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看看派 在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个应用情况 那么今天我在推特里面看到一个国外的先锋呢 去讲述了他们去卖一些东西 或者他们的一个购物场景当中 那么大概是哪种价格去对应了一个实际的物质 那么好 我们去看了这个推特的用户之后 还发现他是国外的一个用户 那么他呢 全都是用的是英文了 然后我只去查他的资料 他的所在国家呢 是没有查询到 那么但是从他的一个发言和他转载的一些内容来看的话 他比较倾向于是欧美地区的一些先锋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现在 在他们的区域现在的一个KYC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首先去看一下他在9月13日的时候 他去做了一个投票 他当时投票的时候说 哎 你们去通过KYC了吗 那他们去得到一个回复呢 是占据63.4%的人是通过了KYC 那有36.6%的人呢是没有通过KYC的 那当然在这个63.4%里面通过KYC的人呢 不代表说他们都印射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现在印射的钱包数量是比较少的 没有多少锅给大家用 所以从KYC的角度来讲的话 项目方呢确实已经占到了 在海外区已经占到一半以上的人 已经通过KYC等待去印射的过程了 但在中国区呢我们好像发现 虽然说项目方有在去讲说 我们把这个中文圈单独再把它给踢出来 然后单独去设计一套符合中文圈的一个KYC系统 但是实际上看到这个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是吧 那么所以现在在中文圈里面 中国区的派友去参与到社区里面的异货也好 还是参与到路边论坛也好 相较于中文圈的人是比较少到 那就是说中国内地的人是比较少到 那好 这是关于KYC这一块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谈论不是这个 只是说我们顺便把它谈论一下 那我们今天看了是看到他在推特里面 去发布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 哎 不是前面项目方说 你们有什么建议 就是大家愿意去拿什么东西去 进行交易这个派币 那在线下进行点对点的交易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派友 他就回复到 他说你愿意去花派去购买这个单车吗 那这个单车呢它是属于电动单车 那电动单车里面呢 它有一个连接的模式 就是说它有个智能模块 它智能模块是可以去链接到手机上面的 所以说从乍眼的这个图片上看的话 它的功能卖点一下就显示出来了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是吧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是国内去的派友 或者说中国去的派友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 这种代步单车呢是非常常见的 在淘宝上面或者说京东上面是 随便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模块呢 其实他也花不了多少钱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呢 大致的按照国内的价格 或者说国外亚马逊的价格 大致的推出 现在这个派到底对标的是多少钱 那么他们以海外的这个价格去对标 哎这个派 就是说你如果说2250个派 你值得去购买吗 就是买这样一个东西 你觉得愿意不愿意去为它付出是吧 那么我们就先从它下面的一个 评论里面去看到 那好首先它这里讲到它的一个详情呢 它是一个电动滑板车 它是750瓦的一个电机 是吧 那所以这个参数我们知道 在国内圈其实 像500瓦的 750瓦的 1000多瓦 1200瓦 1900瓦的 是非常多 大概像是一种比较老的品牌 像凤凰这些 它一般用到电机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其实就说它的一个动力比较强嘛 那好下面的派语员就讲了说 这个派语说他绝部 他不会花 2250个派语去换这样的一个电动单车 那好下面还有一个派语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说不得为此去花费这么多派 我很乐意关闭我的账户 并烧掉所有的派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说他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挖的这个派 结果2250个派 好不容易得到 我去买一个这样单车 他就觉得这个价格太过于低廉了 他就不是吧 绝不 那后面这个派语还是说绝不 那这个派语员就说 我以后会花0.00001个派语去购买 那好下面这个派语说派会留下来 不要用你的硬币去交换这些小东西 你需要20年才能开采购2000个派语 珍惜你的硬币 那好这些都是讲的是基础币是吧 那好下面一个派语说 没有派是非常贵的 所以说大多数人都是 我们看到这么多条都是说不去换 那下面还有个派语就说他还是不 那滑板车能否去飞到月球上去 那么他是一个条款的语气是吧 也就是说你这么什么单车这么贵 能不能飞到月球上面去是吧 好那下面还有派语就说 如果说这么多派只能买到这样的一个车的话 他不希望派的价格这么低 他是不会去做的 那么下面这个派语来说 到底谁会用这么废品 这么高的价格来去诈骗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这个车并不太好 那么卖的派币的价格太高了是吧 那好这是不 这是不太多了 还有说这卖家在哪里 那么终于看到有一个在询问卖家的形象 那绝不没关系 不 连一个派都不会的给的 有一个说他会 那么永远不 不不不 那下面都是不 好吧 漏漏漏漏 绝不 还有说0.00多少个派 好我们从这个信息当中 就可以大致的得出来是什么 从欧美区的这个派项目来讲的话 他们不愿意去花费那么多的派币去购买一个实际的物品 或者说他们认为了我现在挖的这个派呢 我拿这么多出来我要挖很久的时间 那我何必不拿欠债的钱去直接购买我需要的东西呢 他们所认为的派呢 他不是这么低廉的 那当然在下面呢 零零散散也可以看到有的派也要就说他们会卖 是吧 有的人说说会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那对标的到底是多少钱 那首先我们去点开一下淘宝 那么再去看一下亚马逊 那首先在淘宝里面 我当然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个网络 只能访问到这个海外版的淘宝 那海外版的淘宝 大家都知道它的价格是比较偏高的 那就是说 中国区的淘宝和海外区的淘宝呢 海外区的价格会高于中国区 而且高的不是一点两点 那么有的可能高过百分之二三十 那么有的可能高过百分之几百 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奇怪 因为中国区的货品他发挖到海外去的话 他会考虑到一个风险性 还是也会考虑到他的运费 还有呢就是说 各种关税啊那些 他是不是要去考虑进去 我就不知道 或者说有的人 他就是压根不想去卖到国外去 所以说他的价格就飙得非常高 所以我们现在从看到的是 国际版的淘宝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车呢 这个是八千多是吧 有一千辆卖多 那么实际上呢 是九百九十多 领完卷下来之后 那这个是六千九百六十六 那么他领完卷之后的价格是九百九十九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外版的是 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在内地版的 比如说中文圈的版本的话 那像这个凤凰的单车的话 他的价格应该就是在一千多块钱 那么甚至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 那么当然他在海外的淘宝上面去标示的价格是八千八百多 所以说这个差距呢 是不是一点两点 是差的非常大 所以说按照国内去我们去综合一下 可以去连手机的像是在 这个七百五十瓦的电机的话 那么他的价格是多少 大概是一千多一点点 那么当然一千多一点点 他都已经超过七百五十瓦了 是吧 有的肯定是一千多瓦了 那所以啊 即便是一千多块钱的车啊 他对标下的价格呢 也算才零点五元人民币左右 那折合成美元才多少钱 是吧 零点零多少美元了 所以说只是几美分一个派币的价格 所以说在海外去欧美去啊 人家这些派就很不买账啊 你这么低的价格 我宁愿把我的账户关掉 把他给删除掉 我不用他 是吧 浪费我这么久的时间 你以为我们是乞丐吗 其实在欧美的发达的国家 他们的一个生活水平也好 或者他们的这种认识 或者说对于一件事物投入了精力之后 得到的回报的一个认知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花费这么大的一个精力 或者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去得到是几美分一个派币 而且的话现在派币那么难挖 所以说你换取他这么多的一个派币数量 他们是不认可的 所以说他们是绝不 那好 这是关于这点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看成 在海外像亚马逊上面 它的价格是多少 亚马逊上面的话 它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一美金 因为可能亚马逊买卖的一些东西 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我在去查询了亚马逊的时候 它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单车 只有它里面的一些配件 是吧 那当然它一个充电器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不管是从亚马逊的角度来看 还是说从这个国内区对标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 它2250个派币去卖这个车呢 它确实属是有点贵 很多人不愿意去买账的 那所以在你的身上 你会不会拿你的商品进行出来售卖派币呢 或者说你觉得你愿不愿意花2250个派币 去买这样的一个单车呢 那说实话我是不愿意的 那我知道现在去我们在民间市场 或者在派圈以内的先锋市场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币呢 它也是超过了两人民币 是吧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它确实属是有点高 那么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又把这个说到这个币价的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那在现在的一个币价当中 我们知道在海外区 那么肯定也分有的国家会比较好一点 像欧美国家他们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于价格的认识然可能会更高一点 那么不是说几美分就可以把它们给打发的 而且是说可能会相较于来讲 他们的价格呢 要比较偏高一点 那当然像在越南地区 缅甸啊或者说是楼啊等等的这些地区 那么他们的一个价格会不会要偏低一点呢 那从这个事实上的 在民间市场的这个先锋去探索呢 他们的价格确实要偏低一点 那么他们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几人民币就可以把它给卖出来 那所以啊 像现在呢就出现一个区域化的差距 就是说价格的一个差距 不同区域的人他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准的不同 他们他们对于自己劳动力的评估的不同呢 所以说他们对于派币呢 有着不同的价格 虽然说派呢 他不分真派币或假派币 只要你在派链上面的币都是一种代币 但是他奈何于不同的国家 那么不同区域 人们对于劳动力参与之后 所获得的回报呢 有所不同的认知 所以说就出现了价差 那么现在的家产呢 是在慢慢通过在市场上去消化 通过一些去收币的人 或者说进行一些买币的人 把它收起来 那么这种比较低的筹码 他们把它给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之后呢 在向他们呢 卖到一些相较于高一点的地区 那这些呢 就是说人民在说囤币啊 或者买卖币也好 那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越南 像缅甸 像马来西亚 等等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可能的一个 实际上能够卖出的一个价格呢 会比较偏低点 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个 相较于比较低的价格 就能收到一些比较低的筹码 那么当然有的人呢 肯定他的认知会比较高 他就会把这些筹码吃进去 那么当然这些少部分人呢 他不可能把这些所有 他整个国家里面的币都吃完的 他是吃不完的 吃不完怎么办 他可能会拿到海外去 比如说现在的一个中国是吧 中国市场就有大量的人 在做这样的一个生意 那比如说像欧美市场 欧美市场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 但是我知道 像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派币呢 他如果说能够进入到欧美市场的话 他能够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 那中间的一个利益差 或者中间的一个利益差呢 会让这些币商呢 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现在派币呢 他已经出现了在线下点对点 异货的一个场景出来了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异货的场景当中呢 人们也可能会考虑到 我既然可以异货 我可不可以去通过它去变现呢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 不管是异货也好 还是说是进行派币的交易也好 现在目前来看 项目方都没管到那么紧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我问一下广大的派友 如果说市面上有0.5美元一个派币 你愿不愿意花钱去购买呢 如果说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去留言愿意 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留言不愿意 或者说你其他更多的看法 或者想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那好 这呢就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到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 我个人的观点和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和建议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